哈哈 好了,这里就是我们本次狗狗特程所使用到的工具材料 包括我们中将的旋转刀,然后中将的卡片工具 和中将的F代号,然后包括P代号,还有我们4号压杀器 以及我们卡夫特的眼睛染料,还有我们的调色盘和饼 还有小机管和咱们的小木锤 今天我们来进行一个狗的制作教程 首先呢,我们开始描图 在描图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仔细一些把能够观察到的结构和线条 以及各部分的细节都一一描绘上去 那么注意区分好毛发的分组以及它上下层的结构 在描绘毛发的末梢时,我们可以稍微的拖出去一些 使毛发更加具有方向感,整体看上去更加灵动 使用重将旋转刀对所描绘的毛发分组以及轮廓进行刀线 注意根据画面的虚实去改变刀线的力度 从整体上来说,主体靠前位置毛发刀线深度 通常要深于靠后位置的毛发 从局部上来说呢,一根毛发的刀线规律通常是由根部向中部由浅到深 再向末梢变浅的过渡 那么末梢的位置呢,则最浅 使用重将的F044、F044-1和F045敲击整体轮廓线条 根据结构与挑边深度调整敲击力度 注意在敲击毛发时可以将毛发的末梢脱长一些 增加自然过渡的同时呢,也能让毛发看上去更加飘逸灵动 让末梢更加具有方向感 使用重将的4号压擦器对脸部激励与毛发纹路进行按压 表现出脸部结构将大块的分组概括出来 使用重将4号压擦器的尖端将整体毛发刮出来 表现毛发的生长方向与上下结构的区分 方便我们之后对毛发进行刀线 就方向来说,毛发基本是属于垂直向下 而根据身体结构的起伏发生变化 同时呢,通过不同长短的毛发来区分不同区域的不同质感 比如说鼻子上毛发较短,而其余毛发是比较长,而且柔顺的 使用重将4号压擦器对画面进行稍微的旗鼓 再将鼓起的毛发进行表达 这样做呢,会更加有利于我们观察整体结构 在之后的毛发制作中呢,也能够更加清晰的把控毛发的方向 זה berہ L 그때 猪 fest 5 9 5 6 7 4 用重匠旋转刀进行刷毛提料正面湿水 优先对毛发结构的衔接与转折处进行刀线 在水分烧干一些之后呢 再处理脸部其他部位的毛发 由于在刀线时皮面水分不同 在相同的刀线力度下 使水素刀线会自然生于其他部位的刀线 使脸部的毛发效果自然呈现 所以在刷毛发时呢 我们的旋转刀与皮面的角度通常是45度到50度之间 使用重匠4号压插器进行整体旗鼓 皮料正反面湿水 使用压插器根据结构从下向上顶 先找出画面中最高的点 也就是鼻头位置 再按照最高点向浅触过度 在顶的时候呢 可以按住画面中凹陷的部分 那么比如我们在起鼻头的时候呢 则可以按住底部的毛发 这样呢 能使我们的画面结构更加合理 凹凸更加有致 使用重匠4号压插器 利用旗鼓后的高度将鼻头的块面修饰圆润 使用盐肌橙色调水 对画面中偏红中的颜色进行刻画 我们上色的规律呢 通常是按同色系的颜色 油浅到深的叠加和一层一层的过度 那么对于新手来说 通常是无法熟悉的掌握颜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加大颜料中水的比例 进行反复多次的上色 以达到我们需要的效果 同时呢 也能够保证色彩过度的更加均匀 注意呢 在刻画的过程中 要控制好笔的颜料的饱和度 不要让笔吸入过多的颜料 通常呢 可以在旁边放两张纸巾或者海绵 将笔中多余的水分给吸掉 那么这里呢 使用国画技法中的丝毛法 将毛笔的前端碾平 然后形成一丝丝的状态 然后用来制造更细的笔触 能够说我们画出更加细密的毛发质感 那么之后的一些毛发细节呢 也同样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制作 使用眼积黑色调水 将画面中最深的几个点刻画到最深的颜色 比如说耳朵下的阴影 鼻孔 然后颧骨部位的毛发衔接处等 因为这类点呢 是我们画面中非常能够表现物体结构的位置 当我们把这些地方处理完善之后 我们的画面就会变得更加合理 更加具有立体感 使用屏息白色不调水去刻画画面中最亮的颜色 然后将胡子的颜色刻画出来 那么由于此处的胡须是较少的 所以并没有给它刻画出过多的层次感 将鼻子上方的白色毛发边缘向外破出去一些 会使毛发的质感更加的真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的 我们的狗狗的教程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